接下来咱们再执行下一次 下一次咱们再选一个处置状态 比如说咱们现在选择了这个状态3当成是一个处置状态 我们看 这块是一个状态3作为处置状态 状态3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对于阿吉镇的一个第四行 然后我们看他能跳到谁 他能跳到1也能跳到2也能跳到4 那么这个时候他现在对于他的一个结果来说 他也不知道跳到哪 那他该怎么跳呢 还是随机的进行的选择 因为咱们要进行大量的尝试嘛 在这里我们就进行了一个随机的 随机的咱们转到了这个状态1 这个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状态3转移到了状态1 转移到状态1之后 我们现在就可以去算一下 现在的一个Q31是等于多少了 因为我现在是有这样一个状态3转移到了一个状态1 所以说我们算的Q值它就是一个Q31 Q31等于这样一个R31一个及时的奖励吧 即时的奖励R31我们看它是在这个位置 它的一个即时的奖励值是等于0的 所以说用0再加上一个 然后呢我们看这样一个到了谁啊 到了一个状态1吧 我们来找状态1 在Q值上 在Q值上去找状态1 状态1里边我们来看 状态1里边我们能走3也能够去走5 那接下来我就要对比一下走3走5哪个Q值大 也就是说这样一个Q13和Q15进行一个比较吧 然后呢咱们刚才作员什么事啊 咱们刚才是不是算出来了一个Q15是等于100的 然后实际的给它更新到咱们那个Qtable当中了 那这回我们也需要把这个Q15和Q13进行一个比较 比如说 在这里这样一个Q13它是等于0的 Q15呢它是等于100的 所以说啊 现在Q13和Q15啊进行一个比较之后谁大呀 是Q15大吧 所以说咱们把它的一个max值就拿出来了 是等于100的 然后呢100再乘0.8是等于80的吧 也就是说啊我现在执行了这样一个Q31的操作 它Q31得出来的结果 它就是等于80的吧 那这回我也可以把这样一个Q值 就是Q31的值等于80实际的更新进来 现在呢咱们是有两个值了吧 那么有值之后啊 大家可以想一想 在进行咱们每一次迭代的时候啊 是不是都会利用之前的一个Qtable啊 因为咱们在这里我们看 这是啊咱们当前的一个要更新的Q值 这是这样一个老的Q值 如果说老的Q值越多 咱们是不是更新的Q值啊也越多呀 也就是说呢一旦啊咱们进行更新的时候 实际上操作呢就是说啊这个Qtable 咱们要不断的往里进行填充值了 一开始啊咱们是有一个0的矩阵进行处置化的 接下来呢咱们会往里填充很多很多值 比如说现在咱们这两次啊 填充完了一个100 填充完了一个80 接下来呢咱们也可以不断的进行填充 不断的进行填充啊就是说啊咱们不断的写这样一个episode 然后呢在这里啊不断的进行探索 每次探索呢我都会得出来最终的一个Q值吧 比如说现在我又进行了一个操作 嗯假设说啊咱们现在是状态一吧 状态一啊然后呢状态一我能跳到这样一个状态三 或者是跳到这样一个状态五 然后假设啊我们直接由这个状态一跳到了一个状态五吧 就是咱们直接进行一个选择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有这样一个Q值吧 就是我们还可以进行一个更新 就是这样一个Q15 Q15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样一个R15 R15再加上后面这个值 我们又可以得出来一个值吧 但是呢我们从这个啊这个Q15啊 就是跟咱们刚才算的是啊一样的 其实啊啊这个例子跟刚才举举重了啊 咱们先不说了 那么最终啊就是说我可以由这样一个Q值啊 就是由这样一个Qtable和这样一个Rtable啊 最终得出来一个完整的Qtable是长什么样子的 比如说呢我现在执行了更多的这个episode之后啊 我的Q矩阵最终会收敛 所谓收敛的意思啊就是说 现在比如说我跑了5000次 跑了5000次之后啊这个Qtable是这样的 然后呢我再跑个再跑个5000次 比如说啊再跑1000次吧 咱们达到6000次的时候 这个Qtable最终就是已经不怎么发生变化了 不管咱们怎么样再进行迭代 这个Qtable去一个吻合了 它就不再进行更新了 咱们把这种状态呢就叫做一个收敛的状态 比如说左边这个图它就是一个收敛的状态 里边呢最终啊咱们就可以计算出来啊 对于它的一个Q值 比如说这样一个Q40啊或者是Q45啊 以及啊每一个Q值 它都会有这样一个值给它计算出来的 那么可能啊大家看左边的这个Q值啊 看起来它的数值比较大 其实呢我们一般啊也可以对它进行一个规议化的操作 所谓规议化就是说啊咱们现在不是有最大值是等于几 我们看最大值等于500吧 我们让所有的值都处于500 比如说500处于500它是等于1的吧 然后咱们处于啊咱们取这样一个百分号 它就等于100% 然后呢对于400来说400处于500等于0.8吧 0.8来说它是等于80% 所以说咱们用80来进行填充 我们也可以啊对这样一个Q table进行一个规议化的操作 规议化完之后呢我们就得到了最终的它的一个结果是等于多少的 那有了这样一个Q table最终之后的结果啊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结果实际的给它呈现出来了 也就是说啊我们可以在这个位置啊 就是这不是咱们最开始画那个图结构吗 我们最终不是要到达5这个位置吗 然后啊按照咱们这样一个Q table 咱们就可以把这个值都给添充进来 比如说我们一开始在的是一个2位置吧 然后2位置我们再找2位置在这 它能到谁啊它只能到3吧 所以说Q23它是等于64的 我们可以把64这个值写出来 然后呢对于每一个位置 比如说Q31吧 Q31等于80啊写在这 Q34呢也等于80也写在这 那么最终啊我就可以把这样一个 每一个state和每一个action 这样一个结合之后的一个Q值都写出来 比如说最终写完了之后 就得出来了这样的一个图形结构 比如这样图形结构之后啊 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实际的决策了 比如说现在我的一个起始的位置 是在这个2位置 然后呢我终点位置还是5位置 我让这个计算机自己去走一个最好的方案 它会怎么走呢 首先它就会去判断一下 在这个2位置 它就会在这个Q table当中去找 我在2位置的时候 我只能选3啊 只能选3 所以说它就只能往3这个方向去走了 然后呢到3之后啊 它会去选到3之后 我们看3里有几个可选的 3里边它是可以往这个1走 也可以往这样一个2走 我们看3还可以往回走吧 能往1走 能往2走 能往4走 那我这回我就在这个Q3几 比如说这样一个Q31还有一个32还有一个34 进行一个比较 哪个值最大我就走哪个方向吧 比如说我现在比较完之后 Q31比较大 Q34啊它俩并列大 那既然并列大 我就直接随机的选择其中一个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2呢它是值比较小 所以说啊这个2的方向不会被咱们选择到 选择到谁呢 最终啊我就选择到了1或者是4这个方向 也就是说要么往上走 要么往下走 比如说咱们往上走了吧 达到了这个state1 state1的时候我们看它能往谁走啊 state1的时候 对于这个Q3来说 它能往3走也能往5走 往3走只得64分 往5走会得到100分 那它最终会往谁走呢 它肯定会往分值大的去走吧 它就往5方向进行走了 往5走之后 是不是就出来这扇门啊 就达到了咱们最终的一个要求 这就是啊 咱们的一个强化学习的一个 用Q-Learning这个算法来进行 强化学习的一个迭代操作 最终呢我们是得到了这样一个Q-Table 通过这样一个Q-Table啊 我们就可以得出来最终的一个结果 它是等于什么样的 或者说你的一个完整的决策过程啊 一步一步该怎么样去实现啊 咱们就可以通过这样一个Q-Table 给它计算出来的 这个就是咱们的一个完整的流程 其实呢就是按照啊 这些给大家写的这样一个流程 首先咱们先啊 按照这样一个公式 跟咱们之前讲的是一样的 然后呢咱们给定这样一个折扣系组 和一个履报的矩阵R 这个啊需要你自己制定出来 首先让这个Q值等于0 然后呢Apso的里边 咱们就进行迭代 随机的选择一些状态 然后在这些状态当中呢 我们可以经过了很多种不同的组合吧 在每种组合的时候 我们都去算它的一个Q值 算Q值之后呢 我们不断的去进行更新 最终啊 我就可以得到这样一个Q矩阵 它是等于多少的 有了这样一个Q-Table之后啊 我把Q-Table啊 实际的拿过来 我们就可以去 用这个Q-Table来完成 咱们一系列的操作了 那么这个啊 就是Q-Learning的算法 它从头到尾是做了一件什么事